楊宗翰 為什麼 張宇老師 其實我剛才給他的分數 就已經很高了 我覺得他就是很會唱 但是呢 他可能有受限於 一點點身材的限制 就是稍微沒有那麼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 還是應該要給你一個機會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唱得很好 加油 楊宗翰 剛剛宣布是他的時候 動作超大 就是右手拍自己大腿 這樣來一下 感覺是什麼 被唸到名字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覺得 其實應該不是我 因為其實我聽到 因為我是二號嘛 我很早就在後面等 然後就聽到很多 其實我覺得還滿多都還滿會唱 可是都沒有過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機會應該不是很大 然後就是其實真的 謝謝所有老師 還有張宇老師給我這個 這個機會 然後我剛才就是也有去問 小胖老師跟小楊老師一些意見 那希望就是之後能夠 就是做一些改進 對 那這樣謝謝 乖孩子喔 其實他當時知道他被淘汰 但是還是說 那老師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其他的意見 想要讓自己更好 在這邊非常恭喜你 接下來有請小林老師來宣布 小林老師跟偉忠哥同樣的名單 剛剛偉忠哥有說 這個感覺好像是 爸爸跟媽媽的挑選 我們選的是四十八號 張宇豪 張宇豪,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他很單純 就是很努力希望自己的 對於藝術也好 對於自己喜歡音樂的堅持 我們都看得見這樣子 那我也希望偉忠哥 也可以說一說對他的鼓勵 張宇豪是同行出來 然後這一路走來 我認為 這是我們對這個行業 有個特別的感覺 如果假設被淘汰了 我覺得你也會瞭解 自己應該走哪條路 就會更清楚 那你的值不錯 這是我跟小林 希望再給你一次機會 這樣子 恭喜宇豪 此刻心情如何 沒有,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 其實我是演戲的嘛 在歌唱上面 本來就沒有說 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來這個舞台 就是想要證明一下 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那剛剛其實看到那個 分數其實已經很難過了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 算了 音樂是上帝給我的一個寶貝 我就是我自己開心 我自己喜歡就好 那評審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我覺得我好好的把握 然後在將來的比賽上面 更加的努力 謝謝你 恭喜宇豪 好 現在我們只剩最後一個名額 最後一張免死金牌 由袁維仁老師來宣布 其實我選的這一位 也可能不是在做你們唱... 你們裡頭唱得最好的一個 可是我覺得他的聲音的特色 還真的還不錯 也希望給他這樣的一個機會 今天的最後一位 五十九號 吳忠銘 那...來,老師 其實他的感覺給人家滿舒服的 那當然聲音特色還有在加強 其實我也同時提醒另外三位 你們在這一輪等於是起死回生 你們等於是 我們也不希望有這樣的遺珠之汗 所以我們選了你們幾位出來 你們真的要比別人更努力一些 才會有機會 繼續在這舞台上,好嗎 加油 好,吳忠銘發表你此刻的感想 我剛剛還想說唱回家 結果真的回家了 得到這個機會 我會比別人都更珍惜一百萬倍 我會努力,謝謝 好 那當然其他沒能入選的朋友 我想是不是 來,也往前一步發表一下 你從看電視到現在自己來參加 其實我想大家都到這個 不管是百貨公司 這個各個地方前面去排隊 有的碰到豔陽高照 有的碰到大雷雨 其實都是懷著一股決心跟勇氣 來到現場 你來露營來參賽的感覺是什麼 這次節目 就是覺得非常的專業 而且剛剛平常在講 就是聲音的特色 還有就是 音質上面就是 還有在舞台上表現 也就是不能緊張 就是剛剛就真的太緊張了 還有就是不知道自己聲音的 特質到底在哪裡 謝謝 可以,這都是追尋之路 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探索 來,女生代表 今天來到這裡比賽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來這裡不只是 而要學著去開發自己 還有就是我覺得 在這裡體驗到就是 其實要錄影也是要有非常 一定程度的體力跟耐力 對啊,大家都很辛苦 然後希望就是有入選跟沒有入選 大家都可以一起加油 謝謝 我們再次看到第二季的參賽者呢 其實也成績也延續了 超級星光大道的風格跟態度 那就是我們全力以赴 雖然失敗了 大家也不會怨天尤人 反而會找更多的機會 讓自己更好 不斷的自我檢討 最後,韋鐘哥 在第二季的初選 您覺得 時間已經晚了 各位非常努力 我們也要努力 我們還是希望 非常專業的來做評審 也希望希望大道真的能評出 第二季非常優秀的人才 大家加油 真的要非常加油 好的,我們在最後呢 要邀請今天入選的同學上台 那麼落選的同學 再次謝謝你們 好的,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第二季呢 可以說是各路英雄好漢 齊聚一堂 我們發現不但是有童星 有空姐 有學生 有加拿大飛回來的 有這個各行各業 還有很多的原住民朋友都來了 這個整體來說的話呢 這個... Roger老師其實看完這第二季的 表現覺得... 我想各位今天入圍站在舞台上面 你們後面要面臨的 就是更嚴苛的挑戰了 我想在舞台上面 我真的要給各位一個建議 你們因為在... 我一路看下來 你們的外型 跟你們的穿著打扮 服裝上面的搭配 幾乎都不合格 就幾乎都不合格 所以當你們選了歌之後 你們一定要確信、確定 非常確定 你的歌 跟你的穿著打扮 跟你的整個表演 要做一個整體的搭配 所有的同學 回去要做一下功課了 好不好 馬國畢 知道 好,那當然呢 這個...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相信在更多不同的世界角落 會有更多的人收看我們的 超級星光大道 謝謝你的支持 別忘了每週五準時收看 拜拜